您介绍介绍 一是自己努力 努力 这很重要 刻骨 二 有一个好老师 被您说点上了 有个好师傅 没错 对吧 对呀 师傅了不起 那是 他的师傅是谁呢 谁呀 我国著名的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 曹和阳先生 你这就有点黑马屁的嫌疑的吧 我师傅确实是曹和阳 哎 这是曹和阳老师啊 硕国仅存的一个老徒弟 你 哎 大师 等等等等 哎 硕国仅存 啊 怎么照你那意思 曹和阳收点儿徒弟 全都死走投亡了是吗 你师傅是个方人呐 怎么叫方人呐 嗯 你把师傅投亡了 那到他硕国仅存呢 就你这么一个嘛 那就唯一 对 唯一 唯一 唯一仅有的一个老徒弟 哎 我这等会儿等会儿 这老徒弟有什么意思 就是他比他师傅大 嗯 他比他师傅大 这事儿就没有什么可笑的 我承认 我确实年龄上比我师傅大 对吧 哎 我承认 哎 对 他比他师傅啊 大两轮主 嗯 多少 两轮 就是二十四 是吧 我比我师傅大二十四 大二十四 你别瞎说行不行啊 好啦 你这好传出去让大伙误会了 别误会什么呀这个 废话人家回去 嘿 你听说了吗 什么呀 那曹可扬啊 他喜欢老头 啊 你这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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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上别的把门呢 你再给我屋死了 我屋死你就算了 凭什么呀 我得什么 我会吐露什么 什么都我会说 我吐露什么了 我 你把你师傅里边破事全走出来了 哈哈哈 你是这个伤照 来来来来 别说了 你说清楚了 我师傅有什么破事 什么破事 你说 他自己算了吧 我说什么了 他自己算了吧 哎 我师傅喜欢老头 哎 是不是你说了 是这意思吗 什么意思 你这就已经让大伙顾会上了 你这顾会上吧 我说咱们算这账头啊 我师父就是曹可阳啊 今年呢是三十六岁 我比他大二十四 我六十了 他不喜欢老头了 师父我干嘛呀 退休了 退休了 我说你不是比他大吗 大没有大二十四岁 那大多少啊 就大了一岁 啊一岁啊 别争了啊 我不争 别争了 是是 别争了你一岁两岁 你不知道吗 我从来不争 黄泉路上不老上 我就应该推死你 肯定说你了 废话 等我们今儿俩都送走了 这回 这人矫情劲儿就在这 这能做矫情吗 小伙计 大伙计你们一说出来 就给你们俩送走了 零嘛 我说出来我这嘴铃吗 不铃 不铃 谁说的 怎么会不铃呢 你可有点讨厌了啊 不会不会说好话 我不是介绍了你吗 介绍给你说走这不行 介绍得好好介绍 名识都图 这词还不错 是不是 那倒是 行不行 这行吧 哎呀 这个先聊天啊 您跟曹国阳老师学压了多少时间了 连学代演到现在也得有七八年了 哎呦 七八年了 七八年了 你也是个老演员了 咱自己可不能这么说啊 永远都是相声舞台的小学生 迁孙 迁孙 迁孙了啊 我什么迁迁孙 哎呀 您这一张嘴 这露出了您的破定呢 我倒立给你摇摊了 倒立想法 您叫破定的 什么叫千孙呢 孙嘛 就是一个孙子的孙 一个孙 一个这个 不是 一个这个呀 行了 那叫走之旁 偏旁不守 好 组合在一块 这个字念迅 迁 迁迁 迁迁 我少说一走这儿 你少说一走这儿 我成孙子呢 迁迁迁迁 迁迁 七八年了 七八年了 老颖 不能这么说 您夸张 七八年了 七八年了 火了吗 我跟曹克扬学了七八年 你火了吗 你看你这话说的 曹克扬也没火呀 不火人家开分场 你给谁住院的你 你得写着 写着 写着呗我 他那不是给鸾鱼屏 送米了吗 他不是 这话还非李明说是怎么着 我这 那不火你 为他干嘛呀 那不为了接近烧病吗 你这心眼这么多呀 你可真糊涂 我们就是怎么行事 你知道吗 他也没教你他不是吧 对对对 我倒见得着他呀 我也 我今年是今年头回见他 对不对呀 我宁静师叔 真是感情深厚 不是你什么意思 就问我火不火 我说知道你们也是不火吗 我要知道我不就火了吗 这话没毛病啊 不新鲜呀 啊 知道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原因哪 我还真没找着原因 我跟你分析出来 嗯 你呀 名字不好 怎么意思 你这名字 阻碍你的发展 我这名字阻碍了我 名字不行 怎么呢 你叫什么名字 刚才介绍了 我叫刘晓彤啊 对呀 朋友们听一听 是 刘晓彤 这是人的名字 不敢 你怎么说话呢 这怎么不是人名字了 这名字不想念啊 不想念 对你改名啊 意味您我得把这名改了 对呀 那我叫什么呀 你呀 你起一个四个字的名字 你中国 您您您得了吧 您就是胡说八道 现在有点 怎么了 我 中国人 中国演员 中国演员里 有叫四个字名字的吗 还还还 我没有 你这谁 一阳千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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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阳林龙 那不阳子 这不都是艺名吗 艺名也行哪 艺名也算 对呀 我给我给你起 你给我起 我也给你起 我也叫这个四个字名字 对呀 要出来你得想念我呀 我可得能够 当然了 行那您说的我听听 你呀啊 你叫 你叫 阿末西林 哈哈哈哈 好啊 中子 阿末西林 啊 这玩意都火了 这个 大街上一见面 别人这么一寒 你准火呀 是吗 要 阿末西林 这大场感觉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太讨厌了 谁讨厌呢 大城感觉 这是人名字吗 说话 我这阿末西林 就准备客你用的 知道吗 阿末西林 是什么名字 不是你不喜欢 我给你改呀 我我不喜欢这阿末西林 你呀 你叫高木酸甲 高木酸甲 你们都发是吗 再发还发黑呢 这也不行 没事哦 思想发三个年都行 行了 咋住吧 咱比今天化学不是咱都远点 你跟俩说 听出来了 我不能信你的了 我就还叫刘晓彤 多学习 专业业务就得了 对不对 我不改名了 我们还前半局对 多学习 必须得多学习 多好处 什么好处 提高自己啊 对对对 就是导师 文化知识得学习 那必须的 别的艺术形式也得学习 别的艺术形式 下上的姊妹艺术 什么呀 外板 哦 鼓曲 是是 学不学 都得了解 对 平坛 平坛这个都快失传了 也得听了 是 是不是 这个 细致 精评纲乐 对 得了解吗 都得学呀 对 话剧 也得学 话剧还学 得学呀 学它是什么呀 你为很热闹 表演技巧啊 学人家话剧的 对呀 表演技巧 你看他这个人物是怎么演的 嗯 你说像是也得有人物啊 对 我们也得塑造人物 是不是 说的有点道理 画剧最难了 是吗 嗯 哦 得反复排练呢 对对吧 反复排练 打磨呀 嗯 台上演出 对人家一条步 你不能出事故 对对吧 那是舞台式那不行 丢人现眼 是那可不行 对 还不可以 话剧演员首先来说 台词得过关 台词是基础 台词得过关 对 走位要准确 哦 还要准确 抬一口 走到这儿 多少步 算好了呢 这走多少步人家都算好了 算好了呢 那还真是了不得 对呀 嗯 比我多一点 哎 哎 不是我听你这意思 你对这个话剧很了解吗 嗨 我说踩你尾巴上了吗 怎么也在设备我 哪儿 TJ给你那么激动干嘛呀 多新轩 您这都什么词汇呀 什么叫多新轩呢 多新轩呢 叫多新鲜 什么叫了解呀 咱们受过训 在哪个宠屋乐园呢 走啊 什么叫受过训呢 什么训啊 你说呢 话剧的训练啊 您 还受过话剧的训练 多新轩呢 是是是 太新轩了 哎哎哎哎 那您是 保护学的 对对对 那您是在哪儿受过训呢 哪儿 人意 哪个人意 北京人意 北京人意 啊 话剧界的天花板 那用你说 变成级的 对啊 说您 北京人意才受过训 他在那儿受的话剧的训练 是啊 哎呀 哪上台演 还演 多新轩 咱别老说这新轩了 啊 那您都演过什么剧呀 啊 演过什么剧 那多了 那您说说 多了 哎哎哎那就跟老作家 啊 这个谁 那个叫什么呢叫 呃 曹偶 哈哈哈 我养个曹偶 你等会儿 谁 曹偶 仁义 第一任老院长 啊 人家那叫曹于 咱们念白了 经常念成曹语 知道吗 嗯 叫什么 曹语 通假字吧 通不上啊 这就叫曹语 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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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 他就是说了 我说了 说曹语 tan 啊 哎 可 您这是 恐恶 给您纠正过来了 曹宇 曹宇老院长 演过他的 哪步啊 雷宇啊 这可是名作 大戏啊 每年都得分排好几回 雷宇 那雷宇里边 你演的什么 雷宇 你演的生光电子现象 那个大闪上演的 那您得说是现象级的演员了 演个大闪 演大闪也不像 其实啊 心里面我不大喜欢演这一曲 雷宇不喜欢 因为他那个人物关系比较乱 有点灵敌 您不喜欢雷宇 那您喜欢哪部呢 我喜欢那个北京级的一位老作家 谁呀 老叔 我喜欢老叔 那你不喜欢喜欢老婶啊 有老婶什么事啊 有老叔什么事啊 茶馆你写的呀 行了 写茶馆那位 名作家 人叫老舍 老舍 老舍 我说的是 你说老叔 我说老叔了 你说了 我真说老叔了 你可不真说了呢 再一次的口误 你口误你老打我干啥呀 老舍 那也是名作家 演他 演他 老舍先生哪部戏 骆驼样子 来 骆驼什么样子 骆驼应该是 这个样子 这属于 不是 你这属于智障的 骆驼 都开面摊了 骆驼样子 怎么了 人家那叫骆驼翔子 骆驼翔子 我说的是 你说骆驼样子 我说骆驼样子了 你可不真说了吧 口糊 所以说话 我就知道你有这手 老口糊啊 记住了啊 骆驼翔子 知道了吧 骆驼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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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驼翔子你演的什么 骆驼翔子 你就是演的那个洋车 后背着地 人家把你两条腿这么一抄 在舞台上一拉 走 走 来看一个 就这对吗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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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骆驼翔子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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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发动 我怎么演呐 我一个人演呐 一个人不得演 哎呦 这却像 跟我没关系 不是我站长 这是我师父站长 啊 我跟你搭的戏这行吗 你会演话剧吗 反正我倒是看过也爱看 是吗 行 那就是骆驼翔子了 咱就来骆驼翔子 那几个人物啊 主要人物就脸 都是谁啊 一个翔子 一个虎妞 一个翔子 一个虎妞 别说咱们欺负你啊 什么意思 给你个便宜 让你先挑 你演谁 我演翔子 那我演谁啊 对 虎妞啊 我 你真心疼我你 对 我这不是 我演虎妞 打扮你 可以 行了 我演虎妞 你能接受吗 我们玩呗 乖乖去 哎 现在真好 没问题 那我来这个虎妞 你来那个翔子 好 设定一个场景 您这还有场景呢 设定一个场景 您说是 就是在一个小黑屋子里边 虎妞 勾引一下 不让勾引 不行啊 这我我好家伙的 你这个东西你勾引我 都受不了受不了啊 哎 咱们有话说头来啊 咱俩之间得画一条安全线 谁也别做那越线的事 谁上面谁都不好 勾引你干嘛呀 你说干嘛呀 喝酒 啊 喝酒 做个什么美事 这有什么可美的呀 你却演了喝酒 你就说咱俩演喝酒 惯了嘛 行吗 喝酒没问题 对呀 回去喝酒 哎呀我下去拿酒去 你还带着酒来的 那不能无事物表演 你带着酒来的 不是他一说一巷子 那带酒是吗 这他 还说什么有什么 哎 这一台 至少得有二斤吧 这个 对吗 您还真拿两个呀 这酒 您呀先在这儿 揣摩一下这个 想说的内心 哦我进入一下人物 对 您干嘛去 挂挂肩子 啊 您这还 还有造型 你这话说的 不化妆 谁能看见我是虎忧 那你当时够虎的了 不客气说 哎 挂完妆一出来 活活没死你 那我就求死吧 哎 等着我啊 放上酒来 是是是 哈哈哈哈 行 您各位呀 今儿是来着了 平时这舞台上 没有这种情况出现 你说相声 说自己会演话剧 这说实话呢 我心里也挺期待的 为什么呢 人家要演得好 把个人多学心学心 对不对 这样能丰富我未来的表演 演得不好吗 咱不也识破一片子吗 以后在社会上混呢 咱也能多个心眼儿 反正我不吃亏 他说这个化化妆啊 有道理 区分出人物来 不有那么一句话 人靠衣装马靠鞍 西湖酒配羊片 人不倒吃不好看 谁家坟炸了 把你给崩出来了 不会让这儿呢 我看见你 我真的不好 我都相信刘山西是真的 不怪你 你这沈总 你等会儿吧 这嘴里这什么东西 嗯 这嘴里这个 这叼着狗咬是啥 爆牙 虎妞都爆牙 看过吗 袁柱 这是那爆牙 爆牙 行了 咱们商量商量吧 那超累 把人爆牙先摘一摘 那不像啊 不是你像不像 你嘴里叼这么个玩意儿 我们大伙都听不清你说什么 我跟你说话 你干嘛呢 我不是长相 心眼全用这儿了 不要啦 不要我这儿爆牙了 干啥 说话听不清 哎 哎呀 哎呀 多恶心 哎 怎么蹭你自己身上啊 蹭我身上 我也行走 哎 考着就往我身上划 不信了 不信了 我不像你 不过你摘了爆牙 确实有点不像 哎 你给我画一会儿就说 我给你 画一会儿 你一大老爷子出门 你带一口红干嘛呀 我说一 我给我媳妇都没画过 我现在让你媳妇 你倒的血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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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嘴啊 跟章鱼似的 行了吗 行了行了 哎 为什么呢 因为一会儿咱俩有吻气 对了 我不说了吗 咱俩这儿有一条安全线 谁上的谁也不好 哎 你录人物啊 我现在就录人物了 对了 我就是翔子 我跟这儿干嘛等你啊 等我 翔子 我都饭好了 到今天你准来 我这不是也后悔了吗 晚了 我有点害怕 别怕 别怕 就是没人 就是没人 我太害怕了 你怕什么呀 我怕你给我吃肉 我已经吃饱了 哎呦 来 翔子 咱们喝点 哎 我不会喝酒 不会喝酒 滚蛋 哎 知道爷们吗 不会喝酒 不是我就不会啊 我知道了 你是先这酒辣吧 对对对 这酒辣 一点都不辣 跟你说我刚才喝了四吨 多少 四两 熟酒缸的 我还能喝呢 还能 一点都不辣 我给你打烟 不辣 你还干嘛 还打烟啊 这没行 别养鱼 别养鱼 还真喝呀 走哪儿 哎 别养鱼 啊 啊 想的 别养鱼 啊 啊 啊 想的 我就给你来个人公公媳妇了 不是 不是 别管 哎 好家伙 你可嘴里什么味儿啊 我在这里没味儿 味儿清新 没味儿的 你自己闻闻你嘴里什么味儿 你可能有味儿 你闻闻 嘴 嘴 你自己都熏着了 嘴 口小一点 你注意点距离啊 你放戏子啊 他又赖我了 放戏啊 来箱子 咱们喝酒 喝酒啊 我不会喝酒 不会喝酒 嗯 喝点也行 那是吧 咱们喝焦杯 对 喝什么 喝焦杯酒 还喝焦杯酒 对啊 怎么喝焦杯酒啊 你管着我啊 还管着你 来你祸祸祸 哎 嗯 看着 你早就老哭了 我早在干嘛呀 你得看着我呀 废话我看你 我喝不下去啊 我 你把我看成花生米 你啊 你还不如那花生米好看呢 家里的好看 哎呦 喝酒杯 喝酒 哈哈哈 别别别跟我 我怎么给摔着 不是 您瞅亮 这劲儿挺大的 没有啊 哎 哎 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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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一直点出 赶我逐出师门 今日为何时而来啊 啊 师兄 师父 师父让个妖怪关我啊 你没看到妖怪西大师兄 我都没听吗 我提了呀 他怎么说的 他说要扒了你的皮 断了你的筋 啃了你的骨头 还吃了你的心呢 他真这么说着吗 他真这么说着 啊 啊 你这个胡尿啊 这是孙猴 偏眼的 我都没听到 那你怎么做的 是啊 我都没听到 我都没听到 我都没听到